你的那个心态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应该这样讲 为什么你有办法赢他 你那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然后你输他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输 我觉得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对我来讲 因为我觉得技术 我觉得不是心理的状态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比赛中的时候 就看那一天谁的状况好 谁的机会会比较高 然后我跟林丹的就是水平来说 我们两个都是 他会高我一点 讲真的 但是我觉得我每次跟他打的时候 心里压力会在我这边 很正常 因为我每次会想 很想很想要胜他 很正常 因为他是奥运冠军 我还没有拿过奥运 每次都是要胜他 我觉得压力会在我这边 其实思想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会想比他更多 然后在我输的时候 还是回来的时候 还会跟教练的去了解 为什么这场球我会输 我希望下一场不要输在一样出现的问题 就这样 你认为是心理状态的问题 对 然后还有一个还要看自己的身体的状态 因为每次的时候我在八强四强都会打的 怎么说呢 会比较强的对手 然后他也是会打到强 但是有时以前的时候 他们打到自己人 他们可以放给他 就是说我放给林达胜 然后他决赛会打到我 然后他会省一点的体能 就这样 然后我一个人就要把全部人 对 没有跟他解释一下 刚才他都讲的东西是这样子的 你那个比决赛那一天呢 你对到林达那一天的那个心理状态很重要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上一场对到谁 还有你上一场的比赛的状况是怎样 如果你上一场是打到半条命 可是他上一场是还好的 这样你下一场你就危险了 因为你的体力的那个问题 对 对对所以主要是这两个因素 对 最后还是心态 心态 对 这样如果你赢他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情况下你会赢他 没有想咯就是 尽力而为每一场情我们都是想胜的嘛 但是输的时候就要知道你输在哪里 然后还是尽力的 这场我胜了 我还是要继续努力 还是下来还有很多比赛要去面对的你要每一次要拿冠军 你的头脑里面就是还有林达 就这样 因为 在我出现的时候 林达就是我最大的对手 嗯 没有我这个我要帮输诺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 因为中国有很多不同的运动都很强 所以林达出来的时候呢 他对他来讲他的国家的其中一样运动是他 他是那个其中一项运动的代表 可是达诺呢代表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的羽毛球 是最重要的一个运动 那全马来西亚在看着他等着明天看有没有放假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 那个心情是哇全部人只看出一个人 可是中国是很多个运动都都很厉害 然后大家在看着很多人 所以林达出来说他的相对他的心情是比较放松一点 就是没有 像老头你这样 整个哇整个国家在看着你要不要拿罐钱拿罐钱全部人看着 然后在那个那个达达的 全部人在看 那个心情是 那个那个心情是很 哎呦那个 那个压力很大每个人在看出一个运动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中国有很多运动 就跟我们的 跟马来西亚的状况差很多 对我知道那个心情 可是因为 可是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每次达达你在打的时候 我们全部人 去马来西亚那个心情是很团结的 是不分种族的 那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 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因为你在比赛 可是你不知道我们看球的人 那个激动 对 我们又紧张又激动又感动的 可是你的感觉可能 紧张比较多 其实我在比赛中的时候 我会feel到紧张 因为我们在头脑里面很 就是很投入啊 就是在focus 在那个 球场里面 就是一分 一分一分要投入啊 就是我对手要会怎么去进攻我们啊 我们要怎样去 破他的球路啊 我们就是在 里面很 集中精神 然后不会 有时候人家问我 我后面在喊你 你听到吗 我知道后面有人喊我 但是我不知道谁在喊我 因为很多人叫李仲伟 我真的有人在喊我 但是我不懂是谁在喊我 知道很多人在喊我 我很难想像那个压力 那个压力真的太大 好像背着一个国家的一个 整个重量背在整个肩膀上面 来打一个比赛 那个心情 这个太了不起 那个太难了 那个心情真的压力太大 对啊 如果是我在想像我站在那边 我脚都已经软了 你还有办法打球 为什么太厉害了 没有啦 你也是一样啊 你看我在那个 阿西亚大打比赛 你也是在阿西亚大演唱会啊 你也是站在那个也是 台上也是一个人 我站在那个也是一个人 差不多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我站在台上我是一个人唱歌 我唱错是我的事情 可是如果联大场比赛你打球 你是带着整个国家 如果你输了 明年大家就没有的放假 那个心情是跟我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我自己唱错 我唱走音破音 那个是我的事情 你那个不一样 那个太难了 那个那个哎呦 我每次看我都 哇我在想你这 站在上面是什么心情 因为我看过你的live 现场的委屈 就像是有一届 呃是 应该是 也是Thomas Karp 在那个 在也是阿西亚大 阿西亚大 在阿西亚大 那个压力太大了 我怀疑我只是一个观众 我都感觉到那个压力啊 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运动员最重要 那个心理素质啊 就像我们 对对对 那个技术是 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技术很基本 可是 心理素质才是决定胜负的那个 重点的因素 对对 因为我们每次看那些 我们那种Copy Brian 你知道吗他也是每次 最后几秒啊 要怎样去赢那场球 最后几秒而已 他只剩下几秒 对 他要怎样去投那个球 你知道吗 全部人在看全世界在看他投那一笔球 对对对 完全是讲心理 完全不是讲技术 那个 已经不讲技术 那个技术很重要 对 是是是 谢谢你 带给我们这么多年 这么精彩 对 对对对 因为我太激动了 我是一个球迷 我有跟他们解释过了 我是讲说因为我 一个球迷我一定是支持自己国家的 然后数学我一定是很激动的 对 是当时当下很激动 对 对 现在 然后后来我也是有道歉 这件事情 因为我 我道歉的主要不是因为 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讲话 我自己唱歌 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问题那时候我看到很多 马来西亚跟中国的网民吵起来 我觉得吵到蛮严重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够因为我 然后变吵 然后我就 我就决定说道歉 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东西道歉 这样子 然后面 还是有人在骂 不过 我已经道歉了吗 你要我讲你要我死吗 有啦 2016年你还是有唱一首 蛮好听的那个 啊对对对 那首歌叫迪友 对 啊对对 对 那时候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game 应该像这样 有一个game 他们就找我写歌 他们讲说要 要写出那种 竞争比赛的心情 对对 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直接 就就拿你们的故事来写 对 我看到你很好听那首歌 对对对 你有听到是吗 你有听到就好了 没有没有 我有 我每次有看你的歌的 有听你的歌的 对对 那首歌叫迪友啦 对 Frenemy Frenemy 对我第一次听你的歌我还记住了麻婆的华语啊 哈你这样早就听我歌了啊 因为麻婆华语是福建歌嘛然后 然后我们很喜欢我福建人嘛每次都听那个 福建歌嘛然后听到你唱那首歌的时候蛮奇怪的但是越听了就越好听了 那你们还要听麻婆华语这样久了啊 可是我们那时候应该是 我们南马的福建话跟你们北马的不一样的差很多的 对差很多 有那个 有那个唱啊 讲话那个Q啊 人家讲 对对对 Q不刚啊 对对对 所以你是从麻婆华语这么久就听了 什么 对 什么 人家叫你唱来听麻婆的华语 刚才是被华语啊 怎样唱我这边没有 不是你看的流人果不一样的 我第一次玩这个instagram直播 你看的流人果不一样的 我第六次今天因为我很 我就是在这个次的lockdown的时候真的是很郁闷 然后就很多人叫我live啊什么啊然后 然后很多人request啊什么啊然后我就ok啦ok啦就live 在第六次今天的live 好过我这个是我第一次的你看 这个是你的instagram第一次吧然后Facebook有吧 Facebook也很少啊我没有直播的 我没有直播的 我没有直播 现在隆盘很好的你看每一天每一天都很多人直播的 是吗 没有事情做 因为没有事情做啊每天就是看电脑然后玩玩手机然后跟朋友live 这样 他们讲在家险不险 他们有人问 很险啊 第一次 平时我们如果无聊还可以找朋友现在不可以找 对啊 现在你觉得这样的时间应该我 现在9点 现在10点应该我刚刚回家罢了 因为 刚刚回来啊可以出去外面啊还是找朋友聊天啊吃东西现在不能啊 一定要待在家啊 只能玩手机啊 就算你偷偷跑出去也找不到地方吃东西啊 全部店都关了 什么关的东西还要被捉 乖乖在家 还要听话 很闲对啊 有你们有什么要问 黄明志吗 啊可以问这边 唱一首歌啊 你问他要唱 要听什么歌 你听我唱歌不特别 你要听他唱歌比较特别 你听我唱歌有什么特别 你要看我打Beminton比较特别 没有人家没有 那时候没有去看你的演唱会 听你唱一首歌吗 很好啊 退休啊 生活OK 很好 哇 那看人家问 你很多台湾的朋友 台湾的球迷 对我这边很多 台湾的也是有 香港也有 就很多 我看台湾跟香港很多 对对所以我要跟他们解释啊 什么状况 对啊 我看到Vivian有Live View Vivian是台湾一个超级大美女 她有在我的 她现在有在留言 对 Veroa你要表演的话 我这边什么都没有 就是美女多 真的美女多 美女多啊 麻婆的华语 耳唱 麻婆不要高音啊 我 我就有整理一个问题啊 他们就讲 他们也叫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讲说因为你现在 是退休的状态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们问你讲说你会不会 要开羽毛球学校 这个很严肃 呃其实我的羽毛球学校 已经开了在医保 哦在医保你开了他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是得空的时候才过去有以前前我的就是我的新娘 就是我的师兄 在我的羽毛球学院教 在医保 哦 对对对 这已经有开了啦 你自己通常是你没有课程是你亲自教的 有没有说 比如说一个月几次啊 没有我就得空的时候像有camp啊还是什么的时候我会下去看一下 就是有时间我会下去看一下 因为我去东坡还是很多东西要去 去忙因为我刚刚 呃去年6 呃去年6月嘛公布退役的时候 还下来了很多东西要做 本来今年有奥运会嘛 然后奥运会是呃我是要代代表马来西亚 代整个奥运会去比赛的 然后现在奥运会延迟一年嘛 然后工作要延迟多一年 对 哦 啊 他们他们以为他们可以给你上课 因为我这里有很多人 问到这个问题这个很多人问 好像没有办法亲近给你教 然后要开课 然后也没有开学校 还有人讲要 要invest 要invest 羽毛球学校 很多 要开什么 你叫他联络就可以了 啊你没有invest的话就联络他到啊 你们在instagram可以问他 对啊 就可以开始 然后到时候可能可以 比如说一个月跑这间去一下 然后一个月跑去那间 寻回意识 可能是他手上一定有很多 很厉害教的 一些羽毛球员长期在那边教这样子 像如果每个桌都有的话 马来西亚可以开14间 其实也不错 是不是 马来西亚开14间 对啊有很多人可以打球啊 对啊这个健康的东西嘛 马来西亚的国球 对不对 对对 有些是invest的人 可以联络这个Dato的instagram OK 联络了然后他会 会有人reply你 会有人跟你沟通 好 OK 因为有人问啦 所以我一定要帮你问一下 可以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他们在问 我要看到一个 他们比较更敏感 更敏感 你不要回答也可以啊 这个更敏感的问题 就讲他们问你 还有没有跟那个 Najib Rosema联络我 没有啦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其实我不是要澄清啦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跟他有联系啦 其实他是因为以前是我们的 back trend back trend就是人家叫 马来话就叫Eboo 然后他是我们的 国母嘛 然后so 他就会跟我们就是 所以是因为那个 因为你的岗位的关系 因为你是 羽毛球国手嘛 所以就会很自然的 这个负责的那个 因为他们两个是负责这个 单位的一个 的意思是这样子 他们是叫国母嘛 就是国母就是patron嘛 他是 这是我们的patron 之前他还没有做 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敦 Siti Hasma 就是敦 Mahatia的老婆 就是我们的国母 然后归后他退下来的时候 就 Najib Rosema 上去这个国母的 的那个位置 对 哦是这样子 所以你基本上私底下没有跟他们两个很熟 呃就是 就是有出去活动的时候就认识啊 他怎样都是我们的 首相 只是他感人有问题 我 解释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子 因为他是羽毛球国手 所以那个羽毛球国手一定有一个 部门还是一个什么 就是 带领羽毛球球队就是 首相跟首相夫人 所以自然这些公开场合 或者羽毛球的活动上 他们一定会有碰面 那一碰面的时候呢 记者相机会拍到 那拍到了你拍到一次 拍到两次三次五次四次 你就会觉得好像他们每次一起 都有见面这样 其实只是在那个刚好在那个场合 有记者的场合拍到这样子 对 在活动上 有交集这样子 对有时候我在像香港比赛啊 然后在马来西亚比赛上决赛的时候 他肯定会来颁奖 像马来西亚比赛 他是国母 他肯定要来颁奖 然后像我在香港的时候 刚刚他在香港 我打比赛 他肯定会过去 就是这样支持我们马来西亚的球员 他不是看我还有 别人进马来西亚的人进比赛 他还是 坐在那边看的 对 所以是这样啦 所以是这样啦 所以大家要明白 因为你每次看到 照片啊 就你看到一次 然后看到五次 看到二十次 你就会觉得 这两个人好像很熟 其实也没有 就是 是活动上 活动上会遇到这样子 因为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嘛 对不对 每一年都有那个 马来西亚公开赛 然后我本身 在马来西亚公开赛的时候 就拿了二次冠军 就是 十二次冠军是二年 然后我打了十四次的决赛 我觉得他每次决赛 他都会来看 是他在马来西亚 就没有跟他的 就是跟Najib 就是他都是因为Najib出国 就是做 任何的 会开会很什么 他都会来颁奖 然后 每一年都马来西亚公开赛 我都在决赛 他肯定会来颁奖 就是 嗯 明白 对啦对啦 因为 因为每次 你只要你们一见面 就算你很少见面 可是一见面 刚好记者都有在 那有记者在就有照片嘛 所以你会觉得 你们好像 所以这东西其实蛮尴尬的 蛮尴尬的 因为如果你一起到晚讲 我跟你不熟 又很难看 可是我跟你很熟 可是又没眼 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 就是人家会问 就是 一种一种语论 就是会这样子 对啊对啊 其实 其实 我们现在开Live 是玩完了你不用回答也可以的 你知道吗 可是你既然回答了 我觉得还蛮 还蛮坦诚的 所以至少让大家明白一下那个状况 还蛮让大家明白一下那个状况 对啊 因为那种是 讲讲 因为媒体的东西是这样嘛 拍照那个照片就会变很大 你知道吗 那照片本来是 很多人在那边 可是偏偏偏偏偏偏拍你们两个那个照片就变很大 人家就有一个感觉 久了人家就会有一个感觉 可是你又不好意思一直出来神经 讲说你跟他不熟这样又很难看 对不对 我跟他不熟了 这样又很 那个你知道吧 就很尴尬 你觉得你跟人家讲 你不熟是没有可能 他手上的老婆 你大家都认识 对不对 他这个问题是 他是我们的 每次野猪球的活动 还是政府的活动 都会遇到他 对对对 他其实本身 他很喜欢野猪球 那是我们肯定知道 因为他 他一个礼拜都有打两三天 他一个礼拜打两三天 这个是真的啊 不是新闻而已 他是真的一个礼拜打两天 对 他真的那种部长部长的老婆 都一起打球的 他都蛮喜欢打球的 对 哦是真的哦 所以他本身都是有打球的 他们每年都有比赛的 那个绑地的比赛啊 就是那种 政府部门的那种 部长的老婆的比赛 他们叫保姬的赛 哦 对对对 这好像那种 华人伴侯都很喜欢唱卡拉OK 这样啦 他们的伴侯是 很喜欢打 粉丝 对对 他们很喜欢打粉丝 对对 对对 好 就 我看还有什么问题啊 对 他们问你说 在家里面有没有帮你老婆煮菜 因为我妈妈会煮老婆也会煮啊 不用我煮啊 用你煮啦 你哭孩子就好了 很多人叫你唱歌 很必要叫你唱歌 就我唱一首歌我就收工了 OK 你们那首歌你们先停定 你们要听什么歌 快点 要收工了 收工讲到好像要做工 其实也没有什么 你们要点那个 要点什么歌你们快点点嘞 他们讲很累哦 他们讲现在很累 我会累吗 还是拿都累还是我累 还是两个一起累 你们讲了一下 来kick了来kick了啊 对kick来了 等一下先还没有来过 打都比了你要听什么 打都比了 每次在这边不了 来了kick来了 来了 在夏天来了来了 他们讲kick来了 kick来了你看 只有打都得往lake 有人讲说你那边lake哦 是呢 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啊 看我的internet一下 ok啊 我的internet ok啊 ok吗 我这里也是4G啊 我这里也是4G啊 很好啊 我用wifi啊 ok啊 用message最好 对啊 ok吗 ok吗 有lake吗 也知道Cat来了啊 对了Cat来了 你们要点一下 你们点一下 啊 要点一下 我看到很多人点DU 我这首歌我没有 这首歌好像我只唱过一次live而已 在台湾 我没有唱过live耶 唱过一次而已 你们confirm掉我唱错了耶 我看一下啊 我看有没有mmo 我看一下找到Cat 诶 有有有 看一下啊 我看有没有mmo 我看一下找到Ca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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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啊 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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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那里 对 哪里 对呀 我用了啊 Wi-Fi OK啊 他说这首歌我要代表 全马来西亚人献给你这首歌 因为你带给我们那么多年 这么精彩的比赛 我们看了都很感动 热血沸腾 然后也引起很多小孩子呢 就是很想要打羽毛球这样子 我觉得不知道 因为尤其是上次你对我的帮忙 我也是要很感谢你 更大一点来讲说 带给马来西亚那么多年的 这个羽毛球的热血 跟我们每个振奋人心的夜晚 所以我这首歌呢 代表全马来西亚人献给你这首歌 就是因为 因为你跟林丹的整个比赛 让我激起这个灵感 让我现在要写这首歌 这首歌叫迪友 我第一次唱Live啊 ok 第一次唱Live啊 好好听耶 我试试看啊 试试看啊 先给他逗啊 我给他讀位 大风大雨过后 前方的路一起走 前进开雪门的关口 只有你陪伴左右 为梦想一起温度 奔向每一道彩虹 你是我最大的对手 也是最好的朋友 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非常不错 尤其当你对我say hello 每一次看到你 我就握紧拳头 广想着如何把你KO 想把你打头 想揣你小头 就在沉溺不出力的时候 你的小动作 你每句话仿佛都有 我讨厌你的理由 你是个玩乐不舍狠狠的对手 每次都让不坏时空 直到最后再多 敌人走到最后 才会趁着相持相守 在大风大雨过后 前方的路一起走 前进开雪门的关口 只有你陪伴左右 为梦想一起奔向 奔向每一道彩虹 你是我最大的对手 也是最好的朋友 哪哪哪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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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能煮饭酒 黑白能变足球 如果没有怪兽 超人也难成英雄 虽然契合如愁 虽然你很前奏 却是我最用力的退手 我在你的身后 不停用力追踪 不曾想过要多谢最后 谢谢你 让我不再感觉不去奔斗 就算前方的风大雨过后 前方的路一起走 前进开雪门的关口 只有你陪伴左右 为梦想一起奔向 奔向每一道彩虹 你是我最大的对手 也是最好的朋友 因为你因为我 因为梦在回首 因为太多次的挫败 失落要重 破不罢休 不最后 不再狂人失措 感谢你一直都顶住着我 在大风大雨过后 前方的路一起走 前进开雪门的关口 只有你陪伴左右 为梦想一起奔斗 奔向每一道彩虹 是我最大的对手 也是最好的朋友 也是最好的朋友 开手 大家开手 快点 第一次唱,我是第一次唱的 你先唱作歌詞 不聽喔? 其實那時候我很想要有衝動要找你來拍這個MV 可是我覺得有點麻煩,因為不好意思麻煩你 所以我就拿那個照片來撿 我就拿照片來撿 對,我看到那個Youtube那個有 蛤?什麼? 我有看你的Youtube有Post那首歌 喔有有,可是我只是用照片而已 我沒有把它做成一個完整的東西 對對對,用你們的照片 怎樣你們還要去聽一首嗎? 有嗎?你們唱到我的聲音嗎? 你看唱到,我們是整身汗的 我們兄弟整身汗的,好熱啊說 很熱啊,因為我沒有唱過的歌我會緊張的 就是我錄,因為我們唱歌是有分兩個情況 一個是錄音嘛 那你錄音的時候,你錄音的時候看出歌詞錄的 然後你是一句一句錄的 你都是三句五句錄的,都是錄完整首的 所以我們唱現場的時候呢,你必須要有 要練過的,所以那種歌你聽起來很好聽 可是不代表他唱現場是ok的 所以我要練過的 所以這首歌我是沒有唱過現場的 我是第一次錄音,我會跟他講啊 他講現在我退役了 就是叫王明志寫多一首我退役的歌送給我 對不對?ok他聽到了,等一下我跟他說了 他今晚在睡覺之前想一下 okok,想一下,想一下 講一下啊,我退役了,我就要舉一首啊 舉一首,舉一首推役了 不然要做什麼很無聊在家裡面的心情是嗎? 對對對,也是可以啊 還是舉一首推役了,要教小孩子打野毛球的心情 也可以 泰國什麼,泰國情歌不要啊 這邊泰國情歌不要 麻婆的華語 你們點個哦,那個達到還要過濾還要filter的 這首不要,這首不要,不要這樣 不是ok,是 寫固件啊 寫好健康啊,Veron 好健康啊,等一下我 他講什麼好健康啊 等一下他沒有好健康啊 等一下 我們的Live呢,一個小時就要斷了 我們還有,等一下看一下 還有,八分鐘 對,我們還有差不多七分鐘 對,我們還有七分鐘 對,我們還有七分鐘 七分鐘 ok 不要啦,那個很高音的不要啦 高音的演唱會才唱啊 我跟,我明示給你們回覆 快點,你們要唱什麼歌 最後一首就要關咯 不想上班哦 你看 很多人講不想上班啊 你看啊 可是你們的問題是 我覺得你們很想上班啊 為什麼你們要講騙話 你們明明就很想上班 哇,阿妮你上來了阿妮 你懂那個 我小的時候就看一個 你懂以前有 大三九一個那個七仙女嗎 你懂嗎 你們小小的唱新年歌的 然後現在叫 小泥泥,你知道嗎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阿妮看我們的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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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認識他啊 什麼阿妮,廣東故事是他的歌 不要我的歌 他講你是他的偶像 你看到嗎 他在那邊comment 沒有上班啊 ok啦,沒有上班 我一直喜歡聽 ok啦 最後一首阿 沒有上班